74. 東方日報 致資院校加課程抗縮班 2015年7月14日港民A19今屆中學民憑市學校考生人數再跌如4000至62000多人 縮班殺校潮逐步蔓延至大專界 致資院校未來六年報入修生寒冬,修生不足的院校面臨淘汰 各大專院校紛紛出招自救,更有院校逆史搶探 曾鈺針學院形容該校是致資院校的龍頭,切如千個縮位屬小友 未來亦時反會加開學位課程,誓要扭轉致資院校為學生始選的觀念 東華學院亦將倍增學位課程,加開實用性高的高級文憑課程抗學生 縮班殺校潮逐步蔓延至大專界,致資院校未來六年報入修生寒冬 資料圖片,曾鈺針學院校長何信文接受本部專訪時表示 該校每年有1500個學士學位學額,報名人數近萬人 相信學生人數下降影響滿月J,未來兩年還會加開三至五個學位課程 望全校會有6500名學生,教現時多1500人 何信文又指,本月1200個縮委月內員工,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 每名學生平均可居於宿舍兩年,相信對學生有一定吸引力 本總G廖17年申請證明大學何信文滿福達計 他指出除了提升學士學位課程質素外,也計劃在未來一 兩年引入碩士及博士課程,讓學院具有大學的教研實力 預計在2017年向政府申請證明為大學,希望扭轉資資院校為學生此選的觀念 韓國,日本最速的大學入面,超過一半是自資院校 希望家長明白自資院校辦得好,一例攜彈企 東華學院,希府學士辦高級文憑另一自資院校 東華學院亦將全力提升課程質素 該校校長呂宇漢直言,如自資院校不積極加強實力會不進積退 相信個別實力不足的院校會面臨淘汰 東華學院不但醫療相關學科實力強,未來亦會積極發展非醫療學科 以符合新格大學的要求,校方計劃推出五個新學士課程 包括幼兒教育、英語及全業和食物安全等 今年第三季交由學術評審局審批,最快於1617學年起推出 未來數年學院的學士課程會有現時五個,增加一倍至十個 為提升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 呂宇漢子校方張棄辦副學士課程 現有副學士課程到期覆審時,會申請轉為高級文憑課程 得以專注教授課程相關的專業知識,加強學生畢業後的競爭力 從以往副學委畢業生的就業數據反映 高級文憑畢業生平均薪酬教父學士畢業生高 高級文憑畢業生教授僱主歡迎 相信亦可吸引更多學生報道,記者蛇君儀、周翠儀